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微微卫视 2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乌克兰变天 中国感受如何 周永康案最近官商黑内幕 接连曝光 大老虎是否呼之欲出 习近平现身雾霾 如何与民众同呼吸 共命运 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 张国华先生 美国之音中文部 资深编辑保生先生 普林斯顿大学学者 陈晓农先生 以及政论作家 时事分析人士 陈伯空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 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 局势紧张的乌克兰 乌克兰持续几个月的 大规模反政府抗议 演变成血腥的对抗 情势出现巨大的逆转 总统亚努科维奇 在一夜之间 从最高领导人 成为背负屠杀罪名的通缉犯 乌克兰动荡的政局 不仅使西方和俄罗斯 感到紧张 也引发中国的高度关注 和大量的评论 那么乌克兰的变局 是民主的胜利 还是破坏宪政的政变 其动荡的民主进程 对于中国的启示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这个话题 首先 保生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 你觉得乌克兰的这个事情 发生到底是一个政变 还是说民主的胜利 这个问题首先要看 要从乌克兰的具体的政情 来进行分析 乌克兰这个从橙色革命 从1991年独立以来经历了 政治方面经历了大起大福 几次总统的变化 宪政的变化 到现在几乎是宪政处于一个 非常危急的一个时刻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前总统亚努科威奇 采取了一些违背民意的举措 引起了民心的大变 最后他又用武力来镇压民意 所以这是问题的癥结 中国媒体一谈到乌克兰的时候 就说为什么要把一个 民选的总统赶下台 我认为民选只是民主政治当中 一个组成部分 它不是全部 如果民选的总统违背了民意 甚至镇压民意的话 他必然会得到这种结局 好 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是一场民主革命 这个首先民主革命 有的时候跟你的法律 跟宪法可能有不合拍的地方 这很正常 既然是革命 他就是要推翻现有的 机构也好 政府也好 包括总统也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这一次 乌克兰的民众 就像保生刚刚说的 因为总统违背了民意 而且总统首先 他没有去执法 他自己有问题在先 所以民众起来反抗 最后推翻了这个政府 我觉得这是一场革命 你说一场政变 什么叫政变 政变是宫廷里面内部的 没有涉及到广大民众的 这样一种政权的变更 这次显然不是 这次是民主的革命 好 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 如果通过民选 选出来的总统 我只是从一些人的假设来看 那么一般人说 你当总统 比如说有一个任期 那么你在任期内 不管你的民意多低 你也还是能够持续执政 这才是宪政民主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马英九 我们知道他的民意 比如说很低 但这并不是说 这个总统就应该被推翻 那么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我想听听小农和破空的看法 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很显然 不是一场政变 因为如果是军队 接管了政权 那可以说得上政变 乌克兰不是 另外说是武装暴动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 稍微说得上的是武装起义 就是当亚路科威奇政府 用枪炮 用枪来对准民众 射杀民众的时候 导致几十人死亡的时候 民众是多过枪来 正当防卫 自卫还击 以暴 以暴 所以有武装起义的性质 另外一点就说 这个合不合法 这个合不合法的话 要看那个程序 我们看他的程序上 首先总统落跑 他自己给跑了 因为内部的警察 撤离了 不保卫他了 他自己跑了 离开了岗位 那么议会通过了 这个正常的程序 比如说旧的议长辞职 新的议长当选 内部的反对派和 执政党的这个议员 达成了一致 罢免总统 并且由于他的罪行 而通缉总统 我认为他一切都是 合线的 合法的 至于跟台湾比较的话 因为马英九 虽然民意低迷 但是马英九还没有 发展到那样的程度 说有民众起来 示威或者游行 他拿枪炮来对准民众 所以只要没有这样做 他就不会 雅鲁克维奇这次开始 并没有遭到这样的结果 因为开始民众的抗议 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直到他拿枪指向民众 那他的末日就到了 这是一场赌博 任何统治者 如果这样赌博的话 赢了是邓小平 输了就是卡扎菲 但是大多数的独裁者 要用武力镇压民众的时候 都输了 邓小平即便镇压的时候 他也准备了逃往巴基斯坦的飞机 所以说邓小平也是孤注一词 好的 听听陈晓彤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次乌克兰发生的事件 简单来讲就是统治解体 为什么这样讲 有一些细节我们需要记住的 首先在这个亚诺设备期 开始镇压的时候 当时乌克兰的陆军 是拒绝服从命令的 接着基辅是这个首都的市长抗命 然后是老百姓才开始抵抗 包括从里沃夫那个城市 运来一部分这个枪械 在这种情况下 警察开始撤离这个总统府 就是他们不愿意再保护这个总统了 还有一个重要细节 就是亚诺克什维奇 这个下台之前 打电话给普京 他是显然想求救 但是普京没有给他坚军的支持 他接了普京的电话之后 最后决定妥协 然后跑了 所以实际上是在镇压之后 导致了统治解体 应该讲是老百姓和陆军 还有官员的良知取得了胜利 好 我再问问保生 我们知道这一次就是这个 乌克兰从总统下令军警开枪 到最后他自己跑掉 总共只有30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大家都觉得 这中间这个情势的逆转 是非常让人震惊的 那么美国媒体在分析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亚鲁科威奇是过于自信 他的就是整个对事情的判断是失误的 那么我想问 就是你觉得亚鲁科威奇 处理这次抗议活动有些什么特点 他失策在什么地方 那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他第一个失策的地方 就是不应该对反对派的抗议者 进行武力的镇压 在进行武力的镇压的同时 他又和欧盟以及其他的各方 来进行协调签署的协议 就是同意要在今年五月进行新的总统选举 就是从他过去非常亲额的立场 非常强硬的立场来后退 那么支持他自己的党派的人 还有其他他的铁杆的支持者 看到这种情况说 你都往后撤了 我们跟着你干什么 到最后就是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白天的时候 守卫总统府的那些 他的贴身的保镖和警卫部队 都已经撤离了 这时候他不得不仓皇出逃 就有一点像林彪当年 为仓皇出逃的样子 是吧 你如果自己没有自信 没有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危机的话 你不能指望你自己的党派 你自己的支持者来为你效命 在此之前 其实乌克兰的抗议 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大家都觉得 亚努科威西对于形势的误判 到这种程度 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 因为亚努科威西本身 他并不是一个有远见有眼光的领袖 我们看他的历史 他本身 这个人本身就是历史斑斑 他之所以能当上总统 是因为跟他的政党有关系 因为他政党在议会里面是大多数 占多数以后他当了总统 所以我觉得他对形势的误判 取决于几个因素 第一 他觉得他背后有普京的支持 第二 他觉得这个老百姓 这个在民众的这些抗议示威的民众 是无核之重 这个没有办法跟他抗衡 因为他手里有国家权力 有军队 有警察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防暴警察 大家都很怕的防暴警察 有武器 所以当事态 因为这个人本身不怎么样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 所以他身边的人 他自己是投机分子 他身边也围了很多投机分子 所以这些人看到他 不是一个真正靠山的时候 他身边的人首先重判清理 所以他连卫队的人都跑光了 没有人保护他 至少他自己跑了 所以还有一个 最后这个也很奇怪 你总统怎么会跑掉呢 所以刚刚小龙讲的也很好 他直接说是他自己的 他的统治解体 是的 是没有错 不是被人家推翻的 是他自己跑掉的 好 说到这个统治解体 我觉得也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概念 因为很多媒体总结 就是说很多看起来 很稳定的政权 也许在一夜之间 其实他能够崩溃 就是他这个脆弱性 也就是说在一下子 有一个外界的因素 促进的时候会发生 那么很多人联想到 会联想到中国的六四 镇压的情况 还有就是中国统治的脆弱性 大家觉得中间有一定的可比性 所以中国的官媒 对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评论和分析 那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 你觉得就是乌克兰这件事 让人联想到中国哪一地方 或者是有 这中间有没有一个可比性 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显而易见的 凡是世界上 有在广场上制造流血事件的 现在都比喻为 中国的天安门事件 中国的六四事件 所以我刚才讲了 就是说 李寅老师邓小平 苏老师卡扎飞 大多数都输了 独裁者 那么看乌克兰之前 如果在苏联的一部分 是在一个这种 所谓共产党的铁碗下的时候 乌克兰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那样的铁碗 在这个时候一度有效 但是乌克兰经历了民主之后 这个民主它由初级到高级 由粗糙到精细的这个过程 所以民众它的觉悟觉醒了 它对这种统治者 这种不法或者是非法 或者是腐败更敏感了 我们看到亚鲁科维奇 他在18、19岁的时候 就因为抢劫和伤害而入狱 他是一个刑事犯 这样的人在一个西方正常的民主国家 他不可能从政的 他这个记录就不可能从政 但是乌克兰之所以能从政 因为乌克兰的民主 它有一个粗糙的过程 就民众还接受了这样的罪犯 而且他在库奇马时代 当了两年总理 而且他犯下了第二个劣迹斑斑的罪行 就是他当时舞弊上台 舞弊选总统2004年 结果后来导致了乌克兰的城市革命 那么后来他居然 反对派上台之后 反对派内部分立 他还当了一次总理 为了密合双方的分歧 后来又当总统 说这样的过程 看起来乌克兰的民主 要么往前走 要么往后退 如果往后退 退到一个专制时代 像前苏联时代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往前走 你要是提高 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说跟中国的六四 他有可比之处 就是说武力镇压和人民的反抗 但是也有不可比之处 就是他是在民主条件下 发生人们有觉悟之后的一个抗争 跟当时中国人那种 一镇压就做鸟兽散 那种情况还不太一样 好 陈小龙先生 我从俄罗斯的网站上 这个下载了一个 一百多页关于乌克兰的 这个事件的大事记 然后做了仔细的对比以后 我发现整个乌克兰的 这次事件和北京的六四镇压 有前半段相似 后半段相反 前半段相似是说 一开始这个亚努科威奇 采取的所有措施 都和北京当局 1989年差不多 比方讲一开始是设定最后期限 然后这个防暴部队开始进入广场 施加压力 同时这个断电 阻断交通 把地铁关闭 防止老百姓增援 然后开火镇压 同时在开火镇压的时候 拒绝和反对派的代表谈判 希望镇压以后一举解决问题 但是后半段情况就完全相反了 也就是说良知在乌克兰的军队官员 警察当中还是占了上风 所以结果是一旦开枪 不但是乌克兰国内 原来亚努科威奇的那些 这个支持者和手下 众叛清理 连他在莫斯科那边 也没人敢 包括普京在内 也没人敢出来 公开的支持说 杨努科威奇开枪杀得好 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区别 从这点我看到 如果今后中国再发生 这样开枪事件 我相信恐怕在中国 也会有所不同 乌克兰和中国 当年六四最大的区别 在于发生这两次事件的 整个的背景完全不一样 而且政治局势完全不一样 看一看乌克兰这次 他们完全是有组织 有领导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 很坚强的反对派的支持 有反对派的领导人 有他们的精神领袖 当年中国六四 完全是一场民众自发的 几乎是没有任何领导 以学生为主 这么一个临时的学生团体 所组成的 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没有说要推翻共产党 要进行什么革命 要进行民主 他们要求只不过是 更多的新闻自由 更多的民主等等 要为老百姓说话 反贪污反腐败 对一些经济局势表示不满 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现状 表示不满 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对的口号 没有取代共产党这么一个目标 这和波兰的情况完全是不对 对 他这个里边就是 可比性当然也很明显 我们看到这个都是群众运动 对不对 都占领了广场 然后我们也看到开枪镇压 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保证说的 六四的民主运动的目标 它不是为了推翻政府 也没有冲击政府 也没有攻击政府 后来我们了解 其实当时的学生 如果就冲击中南海 那大概就会 我们就看到今天的这个状况 因为中南海里边 当时只有一个家乡营的 这个守卫部队 只有一架直升机 那这个还有一点 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 因为六四发生在前 乌克兰这个事件发生在后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实际上六四事件 是给乌克兰的这次的抗疫民众 提供了一个借鉴 做了一次铺垫 其实我觉得六四的这个 镇压事件 对于后来的统治者 我觉得对全世界的统治者 实际上都是一个警示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 对示威者也是一种启示 对 对 好 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这一次我们知道 中国的官媒和民间都对于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变局 有很多的关注和评论 那么您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尤其是中国官媒 对于乌克兰局势的报道 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很有趣 官媒在这个 亚诺科威奇逃亡之前的态度 和之后的态度 截然相反 开始是渲染这个所谓的骚乱 渲染这个 这个广场造成的 一系列的这个社会秩序的混乱 等等等等 实际上是想 这个吓唬中国老百姓 然后呢 实际上他对镇压本身 中国政府当然是很高兴的 但是没想到镇压反而失败 所以这个亚诺科威奇一逃亡 中国对乌克兰的报道 就截然停止 突然的消失了 那么民间的态度 当然是截然相反 大家是欢呼 反对派的胜利 当然我觉得 中国老百姓对乌克兰 这次事件的 这个复杂的背景 包括它的历史文化因素 了解的不多 所以这个问题呢 其实不是个简单的 所谓民主的胜利 比这个问题要复杂 我们知道这个 环球时报有篇评论说 这个凡是把乌克兰 这个称为这个民主胜利的人 都是傻貌 而且说要多傻多假 才会相信这个乌克兰的 民主真正的胜利了 那么这个评论就认为 就是以乌克兰为代表的 这种街头政治 只会导致暴力和社会的 这个动乱的恶性循环 那么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 你对这种说法 你有什么评论 我想这个 环球时报这个色论 刚好可以拿来 我们借用一下 他说有多傻多假 才能相信乌克兰胜利了 我想也反问一下 按照他这个色论的调子 有多傻多假 才能相信乌克兰这一场革命 是外国势力干涉的结果 我们的网民已经说了 中国网民说了 如果说乌克兰的局势 是外国势力运作的结果 那么好 那是不是中国的太平天国 中国的辛亥革命 中国的49年的意志 也是外国势力的结果 那么俄国的十月革命 是不是也是 外国势力运作的结果 另外 有多傻多假 才能相信这是一场动乱 因为中南海很清楚 如果说这次 亚努克维奇镇压成功 他认为局势变得稳定 如果说亚努克维奇落败 而人民胜利了 局势同样平息下来了 他就认为是一场动乱 一场灾难 事实上我们看到 当这些民众 进入亚努克维奇 那个豪华的总统官地 或者花园的时候 没有拿走一物一品 没有任何人抢劫 这一点跟1989年的 天安门事件非常相似 就这样的情况下 成千三万的人 拥住他的这个总统府 或者是花园 但是并没有拿走一根东西 人民自动地维护了这个秩序 而且这次三个月的抗争 就在这个广场上 并没有波及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都是一片平静的 另外一点 我还想说 有多傻多假 才能够承认 《环球事报》这个社论说 违背了民主程序 违背了宪法 中国自己就不讲宪法 自己就没有民主程序 他还说别人什么民主程序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环球事报》 这种评论 最终是把它自己 盯在了一个 就是说多傻多假的位置上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知道 乌克兰的这个民主程序 从当初从前苏联 宣布独立以来 已经进入第24个年头 那么这段时间 其实说起来 对一个国家来讲 也是相当长一段历史 那么乌克兰 为什么老是在这个动乱中 这个政府老是政变 或者是说政府换届等等 总是没有一个平静的 一个民主程序 而且经济等等问题 民族矛盾等等问题 也非常多 那么宝珊 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和乌克兰的历史 特别是和它的民族 以及它的宗教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乌克兰 它其中80%的人 是讲乌克兰语 他们是不同于 东部地区的 那些俄罗斯族裔的人 而在东部地区 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半岛 有80%的人 讲俄罗斯语 他们基本上是民族认同 是和俄罗斯在一起的 乌克兰西部 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那么东欧集团 确切说前苏联 把德国的一部分 硬化给乌克兰 而又把波兰的很大一块地盘 画给了德国作为补偿 所以这种人为的历史 造成了现在乌克兰 它内部民族宗教 以至整个认同 对未来的向往完全不同 这是和中国 还有其他的国家 所完全不一样的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 那么乌克兰从1991年 宣布独立以来 经历了两位总统 两次修宪 还有好几次革命 还有修改好几次宪法等等 所以它虽然是民主 但是它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不稳定 这也就是为了 现在的乌克兰的局势 以及乌克兰的未来 打下伏笔一个重要的原因 虽然乌克兰的民主进程 已经持续了23 24年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我们要记住 今天在这个政坛上 去玩的这些主要的表演者 主要的演员 通通都是在极权和专制的制度下 成长起来的 所以在民主素养上 说老实话 是比较差的 差了一点 大家经常讲台湾的民主 其实时间也不算很长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 立法院里有什么打架 有什么好 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个民主不成熟 但是你看看 从整体来看 台湾的民主 还是相当的成熟的 这个政权的交替 都是进行的有条不稳的 平稳对不对 那乌克兰没有这样走 就是因为它曾经在这个 苏联这个专制下 曾经在威权体制下生活过 今天这些人 有些可能高喊民主 其实这个脑子里 人身体已经进了民主社会 脑子还留在了 过去的极权和威权社会 对 这个说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像包括他的 乌克兰的反对派 季末先科等等 都还有贪腐的这个记录 亚努科威奇也是不例外 所以这个制度进入民主程序 但是人的素质 根不跟得上是一个 那么我们知道 还有一个原因 除了刚才保生讲的民族矛盾 个人素质以外 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这个政体 也给它这个民主的脆弱性 带来一些问题 那么陈奖农先生 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觉得乌克兰的政体 还不是个最主要的因素 我补充保生 刚才讲了一点 就是我看到这么一件报道 就分析西部的乌克兰地区的 那些当地的乌克兰人 他们的状况 有人这个有记者 这么总结了几句话 说这些人一辈子没离开过 他们所居住的城市 比如像李沃夫 但是这些人是生在奥匈帝国 在波兰长大 在纳粹德国时期结婚 在苏联世界生儿育女 然后在独立的乌克兰退休了 我们想一想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生和历史当中 他们的这个认同是个什么情况 我在德国期间 曾经接触过一些 在德国工作乌克兰人 我感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这次的世界各国媒体 没有报道的 就是为什么西部乌克兰人 强烈地希望能够和欧盟挂上钩 原因是乌克兰经济状况不太好 对西部乌克兰人来讲 他们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就指望着能够像欧盟成员国那样 自由进入欧洲寻找工作 已经有很多乌克兰人就在德国 这些国家这个工作 但是因为不是欧盟成员国 所以签证受到限制 他们满心的希望就是能够加入欧盟 而这一次这个下台的总统 本来是准备和欧盟谈判加入的 在最后一刻在普京的压力下 突然180度大转向 变成和俄国结盟而放弃与欧盟合作 这一点是导致老百姓愤怒爆发的原因 那么另一方面 在东部那些俄罗斯族的老百姓呢 很担心乌克兰和欧盟结盟以后 俄罗斯主义的人在乌克兰本身 他们的社会地位会下降 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乌克兰的问题 也许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 就是苏联后遗症 这个问题是乌克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的 将来也不见得就很容易解决 但是只有在民主的轨道上 这个问题才能发展 但是我觉得这个关于他的总统制 还有内阁总统的关系呢 这其实只是民主的不同形式 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民主制度 为什么会面临一些动荡 那么我想还是再回到环球时报 另外的一些评论 我们知道环球时报这次接连发了多篇的社论 都是对于民主制度 可以说是暗中对于民主制度的抨击 就是说民主不一定带来这个发展 民主不一定带来稳定 那么其中有一篇文章讲到 就是说其实最近几年 有很多的国家进入民主制度以后 包括埃及包括泰国 都是反而出现反复的动荡 这个恶性的暴力循环等等 那么这个结论呢就是说 这个民主其实往往带来的是动荡的局面 中国老百姓想要这个吗 它的意义就是在这儿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这些国家共同的教训是什么 为什么就是说民主化初期的国家 往往是一种动荡的局面 这种局面是不是由民主体制本身造成的 陈破空先生您的意见是什么 中国有句俗话叫 伤筋动骨一百天 也就是说一个人受了伤 尤其受了重伤的话 并不是马上可以痊愈的 你可能需要一百天的时间 还有一句话叫做肌肉拉伤 我觉得经过长期独裁统治的国家 我们看到在实现民主的最初几十年 都可能出现一种动荡的 不稳定的那种状态 就是肌肉拉伤 伤筋动骨 你比如说说到埃及跟俄罗斯 他们实现民主之后 又回到一个威权时代 就是说好像表面上的无序 老百姓还不愿意接受 回头去接受那种鸦雀无声 或接近鸦雀无声的状态 而泰国的情况可以说这个民族素质 是有很大的问题 它是一个整个民族性的问题 泰国的情况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任何一方上台 另一方的反对派就组织民众上街 尤其到底什么 这个红家 这个黄山军 黄山军 轮流上阵 轮流上阵 所以这个而且他们的素质 可以表现到说 你不管你抗议的具体标准 题目是什么 去赌国际机场 就这么一个动作 就知道有多幼稚 有多不成熟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我就刚才说了 你就要往前走往后走的问题 如果说忧郁这些乱象 忧郁这些表面上的这些无序 你要往回走 那么就回到威权时代 那整个历史就是说是推倒重来了 但是你往前走 那就可能现在 也有很多国家稳定下来 你看原来像那个印度 它的民主原来也不稳定 有暗杀 那个甘地的家人 就几个被暗杀 但是后来它逐渐稳定下了 正常的选举 菲律宾原来老是发生民变 推翻这个合法的政府 现在它也稳定下了 总的说一往前走 民主制度会稳定下来 那么看到环球时报 它有个调子 它是违背了它自己的理论 你比如说 以前毛泽东说 人民 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但是环球时报的解释是 外国势力 只有外国势力 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还有以前他们 他们那个毛泽东又说 内因是主导的 外因是吃药的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那么现在环球就说 外因是主导的 内因是吃药的 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 什么都是外国势力 所以他们自己在理论上 有志向矛盾 而且还有更重要一点 环球时报的设论 透露了一个调子 在这个乌克兰变局前后 他事实上最后发现 乌克兰的民主派胜利之后 人民胜利之后 他希望乌克兰分立 希望乌克兰内难 后来的报道就集中于说 看普京下一步怎么反应 看俄罗斯会不会善干罢休 这个我们也会很快谈到 好的 从本质上来说 这涉及到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 他们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民主制度并不是最有效率的 有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混乱 在一些民族素质不高的地区 甚至会造成更多的混乱 革命等等 这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相比较之下 专制制度有可能是非常有效率的 像中国过去二三十年这种情况 但是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现在经济的极形的发展 雾霾严重 整个人民生活的生态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利的变化 贫富不均 贪污腐败等等 专制制度它很可能很有效率 也很有可能产生毛泽东 这样的个人独裁暴君 也有可能产生薄熙来周永康 这样最大的渡重 这是专制制度它没有办法遏制的 没有办法防止的 民主制度就可以防止这些 那么一谈到中国官媒 他们就说 乌克兰人现在把一个民选的总统 给推翻了 以此证明这场事件是非法的 是一场血腥的 是不符合民主程序的 但是你想到了没有 中国过去也做 现在就是把民选作为一个党电牌 让我想起了过去 去年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的 现在有些西方记者 把法律当成党电牌 现在他们就把民选作为党电牌 民选也并不见得 主持人 我补充两句 是 好 好 陈晓冬先生您说 环球时报在谈各种 所谓民主不太成功的例子的时候 他故意地忽略了 民主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比方我们看到在波兰 匈牙利 捷克 斯洛法克 民主都是很顺利很成功的 那么回到乌克兰的情况 其实乌克兰刚才讲 我讲它是苏联后遗症 这个苏联后遗症在俄罗斯 同样严重的存在 而且这一次确实 俄罗斯的干预 就是造成乌克兰事件的原因 所以俄罗斯本身应该讲 普京当局是这次事变的 最可以祸首 那么环球时报 是不是敢把习近平 非常看重的这个俄罗斯当局 这个外国势力深深地揭露 批判一番呢 我看环球时报不敢 好 说到这个外国势力 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的意见 我们知道这次确实 其实西方和俄罗斯 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 出现了很强烈的对峙 美国和欧盟 以及俄罗斯的调子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环球时报 就讽刺乌克兰这些人 就说你们以为 你们是民主斗士 但实际上你们是 俄罗斯和西方 这个博弈的棋子 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就是说这体现了 中国这个一贯的 我们要和西方争夺 这个争夺影响力 或者是权力的 这个思维方式 那么您觉得这一次 俄罗斯和西方 本质上他们俩 抗衡的这个本质 到底是什么 双方对峙的这个本质 他们到底在争夺什么东西 这个里边我们看到 这个乌克兰 它处在这个俄罗斯 跟这个欧洲之间 所以从地缘政治上来看 这是从这个双方的这个利益 你讲经济利益也好 国家利益也好 安全利益来讲 这个乌克兰都是必争之地 这个无可后悔 第二呢 这一次如果要讲这个争夺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最初啊 当这个亚鲁克维奇 跟这个欧盟在谈判的时候 欧盟有一些立场 可能过于坚持 所以最开始拿出来的 这个package 不是最好 这样才让这个普京有利可乘 他跑进去说 哎呀我给你 这个天然气的价格 给你降掉 对不对 降很多很多 然后再给你 这个150亿美元的这个援助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们现在回头看 是有一些教训可以吸取了 我相信 现在这个美国也好 这个欧盟也好 大家都在研究 怎么去援助这个乌克兰 让乌克兰在民主的这一块里 这个 这个 这个土壤里 能够健康稳定地增长起来 这个双方是有争夺 这个利益决定的 这个是塞乌斯马 冤之霍夫 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 都放在乌克兰上面 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提出援助等等 我想听听破空的意见 那么这一次 西方 尤其是美国的很多媒体 是觉得 俄罗斯是想把乌克兰 作为一个对抗西方 对抗西方价值观的一个棋子 那么你是不是赞成这种分析 你的看法是什么 地缘政治上有一句名言说 如果俄罗斯有乌克兰 它是一个帝国 俄罗斯没有乌克兰 它只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所以乌克兰对俄罗斯 的确非常重要 乌克兰4600万人口 是一个 是原苏联加盟国家中最大的 除了俄罗斯一块 是最大的一个国家 乌克兰一脱离 那这个俄罗斯 它的地位就动摇了 国际地位 所以俄罗斯 尤其普京 又是克格勃出身的 它一定会在地缘政治上 对乌克兰拽作不放 所以乌克兰这个历史 大家都已经谈了 它非常复杂 它2.6万平方公里 250万人口 住在一个半岛上 而这个半岛 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它受过奥匈帝国的统治 受过蒙古人的统治 受过俄罗斯人的统治 而且以前还有一场战争 叫克里米亚战争 是1853年到1856年 当时西方的盟国 跟俄国进行了战争 当时以俄国战败而告终 那么今天实际上 这个队伟跟当时的情况 非常相像 就在争夺地缘政治 占领所谓克里米亚的 议会大楼 甚至是占领机场 控制机场 那么乌克兰已经做了谴责 但是乌克兰的调子相对软 乌克兰并没有派出军队 或部队去清除这些武装分子 所以证明俄罗斯 在这里的势力非常强 所以现在的局势 在克里米亚来说是千军一发 如果说乌克兰分裂的话 它不会像中国报纸所说的 分裂成东西两块 它只为分裂成 克里米亚是否独立的问题 因为克里米亚在相当长时间 属于俄罗斯的版图 在1954年 它是赫鲁晓夫主张 在内部把它划到乌克兰 所以后来苏联解体之后 它自然跟到了乌克兰 所以这里的俄罗斯一民族 却主张要归俄罗斯 所以如果普京 在这个上面做文章 有可能让克里米亚 处于一种某种独立状态 所以这种状态 是划出去一小块 对乌克兰说 但是战略地位却非常重要 这是东西方薄疑的关键 好 陈展东先生 请简短一点 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觉得普京现在心目中 有一个想法 他想把他的这个 俄罗斯的民主制度 变成外壳化 就是说表面上 还有一个民主的外壳 但实质上已经成了 他个人的专制了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普京心里有一个 我认为他有一个 所谓的新苏联梦 就是他想重新把当年的那些 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拢在一起 同时把这些加盟共和国 当作俄罗斯的外部屏障 但是这一次 他在乌克兰碰壁了 普京最大的麻烦在于 他毕竟还得扛着 这个所谓民主的外壳 而这一点 就让他不可能 像斯大林那样子 对他的周边国家 采取一系列的那种 强权的做法 所以乌克兰这一次 普京实际上是一种 既进又退的做法 这也就导致了亚诺科维奇的垮台 好 最后一点点保持 克里米亚的将来的这个局势 确实令人非常的担忧 我只想提醒一下 2008年的时候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 因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蒂 发生了战争 西方社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但是最后情况怎么样呢 阿布哈兹和南奥塞蒂 最终都脱离了格鲁吉亚 克里米亚的重要性 对于俄罗斯来讲 远远更甚于南奥塞蒂和阿布哈兹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就借助在克里米亚 所以国际社会 不要把俄罗斯 对于克里米亚重要性的 他的看法太低估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形势 还在发展中 这个没有人能说 这个普京就不干预了 虽然他对克里有所保证 要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而且也不会军事干预 我觉得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说明他在犹豫中 他在寻求什么 他寻求新政府 对他的承诺 对他的保证 不管是明确的还是暗示的 他在寻求美国和欧盟 对他的保证 也就是说 他不能失去乌克兰 乌克兰就刚刚破空讲的 乌克兰对俄罗斯 相当于西安对中国 你怎么能把西安给割走呢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至少要西方保证 你不能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你不能让他利用他将来 做对我进行 导弹防御体系等等 对 有很多这样的幕后的交易 我觉得正在进行 只要普京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大概这个事情可以和平落幕 否则 我觉得就像格鲁吉亚的事件 给我们的启示 虽然他有一个民主的外客 他要想进攻 他还是可以进攻 好 非常感谢各位的评论 那么有关乌克兰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很快要分析一下 朱永康案的一些最新的进展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该怪谁 我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 为什么 上年这个体能见 我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 外国人怎么念 现在市场经济 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头不放呢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练包和马术沟通的 保证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好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中永康案 在经过一段相对沉积之后 最近又接二连三 出现了大的进展 和中永康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 政法帮 石油帮 四川帮和秘书帮 有更多的人相继沦陷 将一场人物众多的大戏 一步步推向高潮 最近曝光的四川商人刘汉等案 为理解中国政商黑 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什么样的机会 习近平对于周永康党羽 大动干戈这场戏将如何收场 我们今天第二部分 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我首先来看看 周案中最引起关注的 这几个热点最近 首先是四川富商刘汉的调查 我们知道这个案子 在中国和在海外 尤其是海外 引起非常非常大的关注 那么我想问一下破空 首先你觉得此案 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为什么引发外界 那么强烈的兴趣 刘汉他的势力范围 到底有多大 这些问题都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30家企业 400亿资产 9条人命 这几个数字 就足以说明刘汉的背景 我记得周永康 当年到重庆去支持 薄熙来打黑的时候 他亲口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打击黑恶势力 是让重庆老百姓 过上安定日子的明星工程 打击黑恶势力 当初就是这样的头衔下 打黑保护伞 就是薄熙来的样板 结果我们当时就说以黑打黑 说王立军就是黑 薄熙来就是黑 现在我们知道周永康本身就是黑 周永康才是黑保护伞 刘汉就是他的黑保护伞 显上了一个恶霸 所以说四川商人不只是刘汉 还有一个叫邓宏的 还有一个叫何燕的 都相继落马 就在这次的风暴中 就是官商黑的勾结 这个是曝光了 我想我觉得这次习近平和王岐山 能够把这一摊东西端出来 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而且做得很有水平 很有技巧 所以这样的内幕挖身了之后 周永康可以说在 作为最大的黑保护伞 黑势力进入政治局常委 黑势力打进中南海 这样一个结论就可以下定了 我想听听陈长农先生的看法 我们知道以前包括您这样的学者 都是说中国这个司法黑社会化的 说法是比较普遍 比如说地方警察 武警维稳层面等等 这些黑社会化 另外官商勾结 其实也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现实 那么今天这个刘汉案的曝光 把官商黑这三方面都联系起来了 那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案子的重大的意义是什么 我看到了四个字 叫做周斌集团 这是国内媒体最近两天开始使用的词 这个词表面听起来很奇怪 周斌只是一个留学生回国的人 他不是官员 他也不是警察 没有任何官方身份 甚至他也不是一个拥有很大公司的一个财团 那么他怎么构成集团了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周斌集团只不过是周永康集团的一个代号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媒体没有点名周永康 但是用周斌 就是周永康的儿子的名字 来代替周永康的名字 把这个官商黑三方面的勾结 这个网络系统给端出来了 从这一点我们看很清楚 就是这一次对周永康的处理 现在是从几个层面 不同方面都来这个 把他的相关的这个网络一层一层的拔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习近平这一次对周永康案的处理 重点仍然是想用这个所谓的形式层面的处理和追究 来掩盖政治层面的追究 好 保神你的看法是什么 过去有一段时间 有很多人就是担心 周永康案因为它涉及到太深太黑太广太重 习近平王岐山有没有这个决心来去惩治它 那么一两个星期以来呢 又说中共过去一些个大佬 过去政治局常委一级的 向习近平王岐山施加压力 希望不要把周永康这事搞大 但是现在的这个种种迹象来表明 习近平王岐山势必要对周永康动手 他们现在做的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造势 包括刘汉 包括周斌 然后把周永康的四川帮 石油帮 秘书帮 政法帮 一个个的抖路出来 如果他这样做还不去打大老虎的话 那又是为什么呢 第二个做法就是织网 像小农说的 给周永康这只大老虎 织一个什么样的网把他最后逮住 不可能用政治层面的 像什么暗杀呀 宫廷政变等等 这是中共之大忌 历史上的大忌 他不会把自己这些家仇 暴露在整个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社会之前 就是像形式上 包括黑社会 他们都敢投入 投入出来 而且说周斌 刘汉 他们进水楼台先得月 那么楼台上的这个盟主又是谁 保护伞又是谁 再傻的中国人 消息再闭塞的中国人 都知道剑指周永康 所以周永康不是一个时机的问题 而是这张网造的圆不圆的问题 能不能一点漏洞都没有 不会像薄熙来案那样 导致薄熙来最后当庭方共 现在他们吸取了薄熙来教训 把这网做得秘密实实 把你逮个正招 让你没有办法反扑 对 我觉得是两点 第一个就是习近平现在是要想办一个铁案 要办铁案你要有事实依据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层一层地在剥 然后一点一点地支这个网 支得很细 这是我觉得这次办案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就是说 过去大家很担心 这种大案是变成黑案 这个变成黑吃黑 你根本就不知道 哪些证据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这是我们看到还蛮透明化的 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案子 一个一个的大案子都累积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是想让事实说话 再一个在中共的最高层设厂以后 这个大家因为过去这种政治争斗太多 那大家觉得说这个是政争之案 习近平显然想避免这一点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也可能周永康案 真的是变成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贪腐集团的这么一个大案 好 刚才保生说到 就是说你说到这个中国处理周永康的事 可能不会触及到政治层面 一般说来他们会避免这样 那么我想看看就是提下周万的另外一个热点 那么就是前两天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就对周永康的调查可能触及国安系统 那么他提到里面提到北京市的国家安全局局长梁克 最近被调查 那么反腐调查触及国安系统 这一点让纽约时报感到很好奇 就是说这件事情梁克的罪名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为什么他是一个国安层面的一个领导人被调查 那么我想听听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的观察是什么 梁克是北京安全局的局长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知道国安是中国的情报部门 是安全部门 就事关机密 事关国家机密 通常中共怎么样反腐 也没有触及到就是说安全部这个部门 因为这个部门就是说要运作出来 可能会暴露一些国家机密 甚至上乘那些东西 那么现在这个大案居然都涉及到安全部门 前段时间拉下一个人叫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 现在又拉下一个北京国安局局长 这个迹象就是说 习近平跟王岐山的决心非常大 一定要拉出罗布带住泥 一定要把周永康周围的权给拔光 也就是说这件事确实干系重大 而且为什么跟国安上来 国安扯上的时候也是用腐败的口气来扯那个梁克 但是我认为更可能是梁克参与了周永康 对高层领导人的窃听监听监视这些事情 甚至有可能参与了周永康所策动的一些政变的步骤 比如说跟博联系的政变 或者去年的那个前年的319 这种政变的过程 就这些东西有关系的 因为周永康手下他掌握的是强力部门 这次有几个帮的说法 什么政法帮 四川帮 石油帮 什么秘书帮 其中一个政法帮的说法就是 周永康掌握了强力部门 强力部门实际上就是一个有武力的 有武装装备的人力的部门 这个部门的掌握不仅对人民构成了威胁 它最终的是对中共高层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我想这个习近平他之所以要拔掉这个 是要拔除他高层所受到的这么一个现实的威胁 好 再来看看打周永康的另外一个层面 我们知道最近炒得很热的这个东莞扫黄 乃至全国范围扫黄 实际上已经不止东莞 已经是全国范围 那么我知道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是 其实这个扫黄也是醉翁失忆不在酒 目的其实也是打击这个州的政法系统 那么您这个看法从何而来 主要的这个观察是什么 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都知道全国的这个黄色产业 背后都有警方的保护伞 否则它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黄色产业通常跟黑社会有关 而黑社会如果能够长期运作黄色产业 必须和警方合作 这一点毫无疑问 那么剩下的问题是 这一次为什么打州的这个范围这么广 我感觉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次打州是在中国历史 这个共产党打击党内 这个他的这个政治对 这个政治对手的方面 开了一个先例 这个先例就是他采取了一个 所谓的拔根行动 说他是拔根就是说他把周永康几乎 历史上历任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当中 能够拔出来的人 一个一个的一层一层的全都拔出来了 那么我就在想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非要这样拔根 因为以前中国抓贪腐案的时候 一般都是点到为止 从来没有采取过这样的拔根行动 比方讲承阳语案就是如此 我不相信上海市除了承阳语本人以外 就没有这样一个网可以拔 那么为什么不拔 而这次对周永康毫不容情地拔 刚才破空点道理点 我想再往前往下深地说一步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就是周永康事实上 可能已经在中国的这个 这几个系统内部 政法系还有国安系 石油系包括四川省 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小独立王国 那么如果只是小独立王国 也许问题还不大 但很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这个小独立王国里面的一些成员 有可能是为周永康 对中央打击州的这个行动 可能提供一些个反制手段 比方讲往海外泄露这个 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各种秘密 比方我们上次看到了 这谈到的国际记者调查联盟 那些材料 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网络 卸出来的 所以这个拔根行动很大程度上 其实也是封口行动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 听听您保身的判断 关于东莞扫黄呢 我听到一个笑话 最近一段时间呢 广州的侵流感很严重 有关部门就给广东下了一个文件 说好好管一管机的事情 东莞看完以后 说这个是不是说 我们这个卖银业色情太严重了 好好管一管机的事情 这一个笑话了 我感觉到不管是扫黑 包括这个刘翰这个事情 黑社会的揭露 还是扫黄 它的目的就是显示 在周永康主管全国政法委 公安国安系统之间 有滥用权力 以权谋私的嫌疑 看一看中共审理 王立军 薄熙来 两个人都有这个罪名 都没有政治上什么分裂中央 阵谋这个政变等等 那么周永康也是一样 除了经济上面的 他的这些个贪腐等等以外 他儿子这些事情以外 在他的工作方面要以权谋私 然后滥用职权 这是证明他在这方面犯有错误 或者犯有过失 甚至犯罪的一个最好的佐证 因为这都是政法口的事情 还有一个我们看到 习近平这样子去打州 也是为了立威 所以你如果光是查他过去的 这个一个一个的个案的话呢 好像有一点就是要 这个针对性太强 我觉得要办案 现在这个扫黄 从东莞开始 现在蔓延到全国 这个都是政法口 都是你周永康 你当时治下的这个领域 结果一些问题这么多 这么严重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个习近平这一手出去 也是为了这个打州立威 我想听听 也听听破空的意见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从这个一年多以前 这个石油帮开始 慢慢调查 逐渐触及经济层面 卖营业层面 然后商业层面 黑层面等等层面 全方位的打 那么对于州的行动 看出来是一个全方位的 全面的深入的这个 那我想还是问一个 回到最根本的问题 习近平花那么大的力气 打州他到底是为什么 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王岐山说的一句话 还是相当可圈可点 他说这个反腐 他先治标后治本 用治标来为治本赢得时间 那么这个说法就说明 王岐山和习近平知道 他们现在做的是 治标不治本的事情 也就是说在打腐败 但是没有去动摇制度 没有去公布官员财产 是在有限地打 是在做权力斗争 但是不排除说下一步 治本就是暗示了 也就是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那么这个事情 就是他动机是什么呢 一个动机就是说 这个打政敌立威 树威 这是这么一个基本的说法 就是巩固自己的政权 这习近平的一个捍卫权力的说法 那么我们再延伸的远一点 如果做个大胆的设想的话 如果说习近平 王岐山等人 真的有政治改革的 这么深蒙远律 那么这就是一个路线图 先把这种大老虎打下去 然后顺着这样的话 在制度上做一些变更 当然这只是一个 就是说一种 一种良好的愿望 来看这件事情 但未必如此 陈小农先生 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把周永康的根拔出来以后 问题可能对他来讲就解决了 因为中国现在腐败的常委 并不止周永康一个 还有很多呢 包括习家本身就有啊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打算 见一个大老虎就打一个呢 我在想如果真这样打下去的话 退休的常委恐怕就剩不下几个了 对 我想听听保生的看法 我知道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到这个周永康案 其实刚才破空已经提到 就是从制度层面 那么我想回到刚才那个刘汉案 因为这个案子现在在海外 是得到最多的评论和最多的观察 2013年福布斯发布的 中国首富中国地产大王 王健林曾经说过 他说他处理官商关系的这个原则 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实际上我们看到 从刘汉案看得出 今天的中国官商关系 已经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根本就分不清的 那么你解读一下这个 王健林说的 他的原则 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现在亲近政府 实际上就是亲近官员 我想在中国亲近官员的 不仅有很多的商人 还有很多的二奶 以及他们的很多的情妇 因为他们知道 亲近了官员 他们才能够得到好处 巨大的经济上的好处 实际上亲近官员就是 贿赂官员 让官员们腐败 你看看中国 如果周永康一层的政治局的常委 他们都有这么多的污点 都有这么多的黑处的话 其他人好得了吗 所以现在中国的商人呢 这些一些没有良心的商人 他们把自己的财富 把自己的这些金钱 看得比国家的前途更为重要 所以他们不惜任何手段 来去贿赂这些官员 才说出来亲近政府 远离政治这样的口号 亲近政府是一方面 远离政治就是不谈政治 干脆什么政治的事都别管 亲近政府这很简单 因为我想全世界所有的商人 都会亲近政府 因为政府掌握资源 你不亲近政府 那个资源怎么会分配对你有利呢 那个远离政治呢 说明这个 它还是有一定的眼光的 因为它不愿意搅入 政治有的时候是黑暗的 那亲近政府是为了利益 它不愿意为了一个利益 而把自己卷进去 卷到这个黑暗中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远见的 说明它知道 第一它看到政府掌握资源 所以我们要亲近它 那政治有点 有点不同的看法 我也看到了一些 美国西方媒体的报道 在西方民主社会 比较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 尤其是在美国 一些个最有影响力的商人 它们采取的恰恰相反 它们是亲近政治而远离政府 像比尔盖茨 它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关心政治命题 比如讲现在民主程序的问题了 全球软化 小数族裔的问题 全球软化 它们关心这些政治话题 而不愿意和那些政府官员 搅在一起 只有这样 它们才能够对整个国家 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发挥它们的重要的影响力 所以这里有很重大的区别 他是通过民 对 其实我觉得西方国家 非常注意官商之间这个关系 怎么在中间建立一个防火墙 把两者分开 这一点我觉得中国是没有做到 就是从体制上等等 那么我想听听陈晓东先进去 西方国家怎么做 在官商之间怎么建立这个防火墙 中国缺乏的是什么 我想这个西方国家 当然在防火墙方面 它是从宪政 以及从法律 包括反腐败 反贿赋 等等方面 再加上新闻自由 一系列的 整个制度体系 都是防止官商勾结的 在这方面呢 这个我们应该承认 西方国家这方面的情况 要好得多 我想补充一句 就是以刘汉为例 刘汉显然没有亲近政治 但是他也没远离政治 他还是被政治圈进去了 所以王健林那句话 完全错 因为中国的商人在中国 你只要清净官员 你就别想远离政治 官员就可能倒霉 一倒霉你就被政治清净了 刘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跟着倒了 大叔一倒他跟着也倒了 看你怎么清净 这个中国的清净 有的时候就是花钱清净 或者是花钱去买个人送过去 反正也跟钱有关系 这个在西方 这所谓清净政府什么意思 他有时候通过游说团体 去为某一项政策 或某个项目去做游说 还有一个他也给政治人物捐款 李靖元说他捐款 这个捐款也涉及到钱 但是这个钱是受到法律的规范的 如果有违法的行为 也有违法的行为 在媒体的监督下 在美国体制内的监督下 有的时候这些官员也会落马 举个例子 美国也有个别的商人来亲近官员 像维京亚州新科公司的前总裁 就是这样 我就说一说维州前州长麦克塔纳 他现在面临的非常麻烦的联邦 其实不过就是区区几万美元的 十五万美元 而且这笔钱据我看到的报道 都是新科公司前总裁 像他的太太 他的女儿 他们家的什么样的活动 通过这种方式来提供的 那么根据维州的法律 维州的官员 可以不向政府来申报 有关联邦政府来申报 或者是来报告这些 可是他是不是利用他自己手中的权力 明明知道自己家人 接受了一家公司的赠款以后 替这家公司说好话 带来好处 这是对麦克塔纳 我想补充一下 关于中国商人说政治的问题 实际上反映那种分裂人格 他们的名言是什么 说我不关心政治 我只关心钱 但是中国的商人 你去查一查 稍微有一点钱的 都是什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要么是国家级的 要么是省级的 要么是市级的 县级的 说这种分裂人格 只有在中国社会才有这么的突出 明明角入了政治 之前说不关心政治 他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进了政治 我只当一个花瓶 当个亏雷 当一个僵尸 然后我在那里举手投票 成个投票器就是了 实际上我听上面的 说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社会民主难产的 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精英阶层 作为企业家 作为一个社会 在某方面的一种 一种一种势力 一种带头的势力 居然就是这样的 玩弄中国社会 这样的就是 把这个中国的人情文化 玩到这个地步 官商黑勾结 所以说中国的事情 难办就在这里 不仅是官方的 而且是这个商场的 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些 民间的其他问题 我们从刘翰案的 官黑勾结 看得出刘翰 通过官方的关系 在房地产方面 矿业方面 大量地利用国家 就是通过官方关系 能够掠夺国家资源 而且他的绰号是什么 当地的第二组织部长 就是啊 反正他不喜欢的官员 官员上不去 甚至不仅上不去 而且甚至被剥夺权力 而且你看像周明亚的石油邦 也是通过国企来掠夺国家资源 就是官商一家 这个官商一体 我想问一下这种 最后陈小农先生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请您分析一下 就是这种官商一体的体制 对一个社会的 长期的危害是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细节 我想从一个总体的观点 观点来看 就是从总体长期 对社会的发展 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您是一个经济学家 共产党在推翻国民党时候 批判四大家族 这陈伯达的一本著名的书 其实四大家族 就是所谓官僚资本主义 中国现在已经完全实现了 官僚资本主义 而且把它扩大到了 这个巨大的规模 我想中国现在恐怕有 千大家族万大家族都不止 所以从这点来看 中国只不过是把国民党 当年小规模的腐败 扩大成了一个更大的 共产党的全国范围的 这个全方位的腐败 结果就是现在中国社会 这种不仅仅是两极分化 而且是整个经济结构畸形化 实际上中国这个经济 在这种状态下 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温家报以前讲过这个话 好 谢谢各位的点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就进行到这 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张国华先生 宝生先生 程晓龙先生 和陈伯宫先生的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精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提出建议 在此我想提醒大家 在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面 也在经常讨论 比如说周永康 或者是其他的中国时事问题 关于乌克兰的局势呢 我们也会进一步地关注 希望您到美国精网站 或者观看时事大家谈 来听取最新的消息 我是宁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天就会再会 好 谢谢大家